什么导弹反无人机,高射炮反无人机,无人机反无人机之类的都是地理 定向能反无人机才是王道 非对称作战的优势各位都看到了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无人机 传统防空武器根本拦不住 特别是无人机的封群战术 拿导弹拦截耗不起 高射炮拦截打不着也打不完 但如果是定向能武器拦截无人机 消耗精度都是浮云 让无人机出名的不是俄乌战争 而是阿塞拜疆 2020年的时候 阿塞拜疆用无人机封群战术 在24小时之内摧毁了敌方130辆坦克 20个火箭发射系统 64部武装车辆 25个防空导弹系统 以及其他军事目标 作战效果拉满 封群战术可以说是无人机最大的优势 如果将传统的那种大型无人机 看作一个战力比较高的都狼 那么无人机封群战术就是狼群 单挑可能不是对手 但数量多玩群殴 而且相比较单个大型无人机 封群战术更容易突破敌人防御 毕竟无人机种类多 作用也多 干扰 侦察 攻击 后勤什么都能干 更别说 还有多种战术组合 完全可以细耍敌方的防空体系 当然 最主要的还是价格式会 这些用于封群作战的小型无人机 价格也就在1000到1万美元之间 相比较那些传统的防空导弹 无人机就跟不要钱一样 不过目前已知 对付无人机封群的手段 只能说各有优劣 导弹和高炮的拦截概率低 反应速度慢 消费比极低 对GPS定位干扰的装备成本不高 但是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太大 无人机与无人机对抗 成本也不高 但是依赖无人机厂家的控制策略 网弹或网补实施性较差 拦截距离短 基本没什么用 相比较之下 定向能武器优点更多 缺点基本没有 定向能武器说简单点 其实就是高能量数 比如激光 高能强粒子和电磁波 之所以说定向能才是反无人机的王道 主要是效率高 省钱用处多 只有你想不到 没有定向能做不到 只要技术OK 完全能够满足各国应对 火箭弹 火炮 排击炮 以及无人机威胁的要求 而且单发成本很低 就几美元 无发射次数限制 非常适合对抗成本几百 或几千美元的小型无人机 就比如定向能中的激光武器 这个算是我们最熟悉的一种 与常规的炮弹导弹相比较 激光武器的优点有很多 比如能量集中 传播速度快 命中精度高 转移灵活 作战效能高等等 一句话概括 那就是在更短的时间内 以更高的精度发射更多的子弹 并且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 激光武器不会造成附带伤害 低功率激光可能需要在目标上聚焦几秒钟 比如在30千瓦的状态下 激光的最大射程为200到4千米 能在上千米处烧穿5毫米钢板 10秒的时间就能摧毁一架速度每小时216公里的无人机 大功率激光则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给敌人造成巨大的伤害 就比如像巡航导弹这样的目标 激光可以烧毁其制导系统 引爆弹头 油箱或者损坏其发动机 美军对激光武器的定义 100千瓦是击落导弹 飞机等传统军事目标的最低门槛 而300千瓦可以将射程加到5到10公里 虽然射程跟短程导弹 兼射导弹差不多 但是激光武器的好处就是弹药没有限制 只要电力散热跟得上 随便用 毕竟不差钱 弹药的成本差不多就是一个发电机燃料的成本 大概是每发10美元 以10美元的代价换取超过自身价值1000倍的无人机 显然相当划算 跟动辄几万几十万美元的导弹相比 激光武器好用到爆炸 同时激光武器的发射装置不受后座力影响 并且激光术沿着直线攻击目标 几乎不受电磁干扰影响 可以做到指哪打哪 弹药还好在无污染 在发射过程中不需要重新装填 注意 激光武器也是反制高超音速武器的 一个发展方向 激光的速度每秒30万公里 对比现在10倍音速最快武器速度的3.4公里每秒 根本没法对比 如果将激光的优点总结一下 其实就三个字 快准狠 唯一的问题就是激光武器的射程 它的有效攻击距离只有10至20公里 不是一种进攻大杀器 但防御性能无敌 在攻击目标时不需要考虑物理移动速度 对准发射就行 至于定向能武器的发射只能说还行 激光武器发展最快的美国 基本上从2002年开始 每年都要秘密进行一次反无人机试验 也就是黑色飞镖 2010年的时候 美军就进行了战术防空的激光武器系统试验 成功击中了3公里之外 时速超过每小时300公里的4架无人机 2014年的时候 美军还把改进后的33千瓦光纤激光武器 部署在军舰上 并成功击落扫描阴无人机 2022年3月20日 美国陆军还在俄克兰河马州 希尔堡的美国陆军火力卓越中心 举行了一个机动火力综合试验的演习 用来测试激光武器反无人机的效果 这里有个重点 美国陆军 美国的激光武器属于是海陆空三军一起研发 不过因为激光武器的特点 比如维持能量来源 并且武器本身的体积会比常规武器大 在陆地上的时候 卡车就能解决一切 所以陆军的激光武器发展速度最快 已经飞奔到300千瓦了 海军与空军还在100千瓦的领域苦苦挣扎 这个300千瓦是洛马公司目前最高功率等级的激光武器 并且是一次翻了四五倍 之前给陆军用的还只是50千瓦的 给海军的是60千瓦的 真正超过100千瓦的 也就一个波特兰号两栖舰上测试的SSLTM 原本陆军的计划里顶多打造100千瓦的武器 但估计是技术有了新突破 洛马把规格提到了300千瓦 现在应该已经融进陆军的Hellis做测试了 在美军未来的计划里 数十千瓦量级的激光武器用于对抗火箭弹 迫击炮弹以及风群无人机等目标 用作移动平台的末端防护 上百千瓦量级的激光武器 则用于重要目标的区域防御或者要地方空 将兆瓦量级的激光武器用作弹道导弹防御 比如天机助推阶段拦截或中程防御 除了美国 俄罗斯在激光武器上也还行 2018年的时候就推出了一件激光武器 也就是佩列斯维特 听说已经用在叙利亚战场了 总结下来就一句话 定向能才是反无人机的王道 不过在当前的实战中 激光武器的作战能力其实基本为零 一门激光炮所需要的电力供应非常大 在机动性上会受到很大的限制 就比如之前以色列宣称的铁术 每次发射成本3.5美元 就算成本全是电费 假设按照特斯拉的电池密度0.145度电每公斤来算 一辆备有10吨电池的车辆仅够打36发 当然这只是一个类比 军用电池的储电量如何难说 但想要加大射击时间就得增加电池容量 体积的问题是必须要解决的 而且如何快速充能也是问题 除此之外 激光武器发射系统属于精密光学系统 受大气影响严重 比如雨 雪 雾 沙子等因素 无法全天候作战 所以现在各国的激光武器大多都是实验测试阶段 真正能搬上战场的没有 至于俄罗斯的佩列斯维特 那只是换个地方测试而已 没什么新奇的地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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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